高雄城中城大火死傷慘重 也燒出老舊大樓的安全隱憂 桃園類似城中城的老大樓就有40棟 桃園區就佔了22棟 市府近期加強消防演練 呼籲強制成立管委會 並且喊話讀庚 然而市議員劉許廷則認為 市府應該要拿出魄力介入管理副道 沒有辦法維繫大樓的公共安全的時候 他就可以被開罰單 那這樣子的所有權人 特別出現在這種產權複雜的 圍樓裡面的時候 他們才是那個應該被克責的對象 而不是應該去找住戶的麻煩 或者是以管委會沒有成立為由 就虛應故事 這是不對的 應該要積極的處理 針對所有權人 該開罰的時候 他就應該被開罰 那第二個是 如果開罰依然不能解決問題的話 我想更強力的 公權力介入的手段 應該要出來 事實上很多大樓 即使有管委會 但對於大樓管理根本不了解 很多甚至沒有作為 要求監管處 研議公寓大廈管理室的 課程培訓及相關輔導計畫 輔導協助老舊公寓大廈事務的處理 公寓大廈居民的觀念 這個宣導是不足的 還有對於公寓大廈 一個居民的正確的作為 比如說去儲存公共基金 這一點是多數的公寓大廈居民 其實搞不清楚的 所以期待說我們政府 能夠讓民眾有更全面性的 公寓大廈的管理的觀念 還有理解 並且從事適當的作為 這個才是解決公寓大廈問題的核心 那也希望說 我們可以去建立一個 公寓大廈管理師的制度 我想其實在昨天 內政部通過了說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修法以後 這個需求已經很明顯了 專家議員與市議員參選人共同向市府喊話 都更防不了火災需要立即性的解決方案 可以參考台中祭除斷水斷電的處分 強力要求政府要給予協助輔導 落實大樓管理 預防桃園板城中城事件發生 接著來會以桃園報道